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這條片 看到旁邊這位 這位叫張劍雄 這個大哥 大家都知道我想繼續講 不是蘋果案 是黎智那件案 因為他控方的主要證人 應該講到第11天的審訊 星期五的事 當然我們是我個人 又不是新聞報道 不過我們一直有評論 就要跟著那個脈絡的 只能夠說到今天為止 眾人很多人看見那個報道 包括有一個 我和他一起做過編輯的 外籍人士 還記得那個名字 就是說悲哀 看到他有這樣的作供 覺得他被迫 這樣 我不排除他是 同項方非常合作的情況之下作供的 但是 我可以做的就是法律分析 是不是? 我跟大家一路分享 就是我看到的情況 是不是? 我又想說 他的作供好像是抹黑黎智英那樣 我只是想問 這樣又如何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他現在是共同犯罪的證人嘛 就是重返嘛 重返的證供 通常都不能夠照單全收 或者我就是當你照單全收 是不是? 當你信了他講的話 100% 這樣又如何呢? 所以我說覺得重要 大家就不要見到 這麼多人在那裡踩黑黎智英就很呆了 這樣 我們講法律 是不是? 就要講那個因果關係 是不是? 你做的事情 是不是有意圖去做一些事情? 那個意圖是要顛覆的 是不是? 顛覆跟新聞報道很不同的 不能夠說我有新聞的立場 如果你做新聞 你有篩入場的 一定要抱哪一邊的 那這個是專業的問題 勉勉強是一些新聞道德的問題 但是這個跟顛覆沒有關係 是不是? 你是不喜歡共產黨 我不喜歡共產黨的評論 我做報道 我是刻意找他不好的東西說的 那又如何呢? 那如果這樣就是犯法的 那就真的無人不犯法的 所以大家要搞清楚這些事情 不要緊急說 你說話好像不利 黎智英 其實他講的東西裡面是沒有特別不利 黎智英的 他唯一 我看到的是第11天 他講的東西 有趣的地方 我發現我覺得他是就著控方 就著控方的一些設想 去做一些 講一些他知道的事情 他不知道的 也都沒得很講 是不是? 比如他只是覆述 看到黎智英去見完彭斯 那些美國副總統真是很興奮啊 我們都很興奮啊 幾興奮都不等於犯法的 就是個人見到明人興奮 接近權力興奮 你見到習近平可能更興奮 但是 是不是? 天將降大了 以為自己不等於犯了法的 是不是? 我們真的要搞清楚法律裡面要求你的東西 跟你個人情緒好 個人政見好 完全是應該分開的 這個其實就是很常識的 所以我們看到 糟了 怎麼這麼多東西的 說出來這些其實不應該當是秘密的了 是不是? 可能大家 熟新聞界或者熟蘋果裡面的人可能就是常識來的了 在我來說 我聽到的只是常識來的 只不過你有個 是不是? 有個 李八方啊 還是有個Emily啊 還是有個 信報那個余錦然啊 那類這樣的一個八卦專欄 說出來的分別就是這樣的 那你就說 犯法的 我始終說到今天啦 所以我都... 其實我挺好的 我覺得 那你說這些東西又怎麼樣呢? 你說了些什麼東西出來 認為黎智英有什麼十我不赦呢? 同時呢 我覺得他是就著控方說的 因為你說話不可以去得太遠的 甚至有些東西呢 我不知道他是故意的 還是他控方要求 他結合了控方的要求 那我覺得這個 或者他合作 是不是? 這個合作相當高明的 因為正正是明他說的話是不太是事實的全部 我可以這麼說 有些漏洞我又跟大家分享 因為大家 我不被記任何東西啦 因為就是事已至此 是不是? 就是我的看法好 或者道聽途說好 我們畢竟在香港活在這裡 是不是? 每個人 大家都會有一些間接的關係 尤其是聽過一些東西 大家認證一下 這些東西 當是我們的口述歷史 一個史實啦 是不是? 你不要當我說的 我說的是真的啦 因為我不是知道很多 都沒有什麼必要 說一些不真的東西 我知道的就說 大家一起合作就知道歷史真相 大家一起合作就知道歷史真相 那麼 想說什麼呢? 就是說 在這個 這樣的 他的作工裏面呢 其實是很容易出現 我在這裡流動的 我的流動就覺得你都不是在說真的 歷史的史實的 因為他說 他認為 當然這個也是控方想他鋪陳的一個感覺 就是2014年 佔中之後呢 佔中運動是蘋果的昏水嶺了 之前呢 蘋果呢 就是說的是非八卦 就是呢 只是一個 民粹啊 討好小市民啊 娛樂啊 狗仔隊啊 是不是? 他形容 我讀他出來啦 張英雄 黎智英是公司的舵手 這個不用你講啦 大家都知道 蘋果在14年吸引前給人的印象是 狗仔動龍娛樂新聞 絕對不是 這個我就覺得 為什麼他畫了這個昏水嶺呢? 因為2014年叫做兩次一脈雙城的大型的抗爭運動 那就是蘋果日報在這裡扮演角色 但是絕對不是在這一刻開始扮演角色 但是如果你問我 以我的了解 是不是? 在我在那裡寫著的時候 它已經開始走向這個方向 就是它要扮演更大的角色 創刊的時候 你說的不是很久而已 90年代充96年吧? 95年、96年 蘋果創刊 那麼我差不多98年開始在那裡寫 就是寫專欄啦 但是我當然不知道它裡面怎麼運作 但是它們是一種很小報形式的手法 很善情和很博這個銷量的 這個是真的 但是它們基本上抱民主 但是也都不同意見的 開頭是比較多元的 但是那些手法實在是有爭議的 認為它們是吧? 甚至有些checkbook journalism 那些這樣的使用 當年的90年代尾 我們那些新聞界的道德情操 專業精神都還很高的 現在生存不了的 是不是? 就是這麼道德就生存不了的 因為被蘋果改變了生態 當時罵它最多 去到台灣都是給台灣的傳統的報紙 認為它們搞壞了傳媒的生態 那 是不是坐單路啊? 就是黎智英 它是商人來的嘛 所以它去做報紙 那是完全用了另一類手法 這些更加大的問題 但是你說 它插手進去 射運呢? 那我就很清楚了 大約是7日之後的事 而且它那時候開始2003年7月1日之後 大家都記得 它用報紙去周刊和報紙 鼓勵那些人上街 自此之後呢 7月1日當然是六四之後最成功的一次 巨型的社會運動 是不是? 那六四的時候 蘋果的報道還沒有出現 是不是? 所以香港人有社運 不是它一個人的事 它是社運從來都獨立存在 但是蘋果日報呢 作為一個最大的媒體呢 但是它不是唯一的嘛 很簡單而已 比如明報信報 它之前明報信報 甚至是當時的星島 是不是? 新報 很多的其實報紙 都是百家爭鳴 而且都是很本土的 從來都不欠缺不同意見 只不過它好像是特別抱民主派 又或者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影響力最大 因為它的報紙力大 所以它站了過來 民主派當然是 又如如得水啦 所以從此它就變了民主派的 就是 大佬了 變了民主派的陀主 總陀主 但是我告訴你 以我瞭解 基本上社運界的人很多都不喜歡它的 甚至文化界也很多人不喜歡蘋果日報 太多人了 一一細數 大家留意都知道 所以今天突然間蘋果整個民主運動的 它既然不是歷史裡面最大的功勞的人 也都不可以當它是最大的罪人 那現在這位劍洪卿呢 他講這些東西 其實他沒有理由不知道 但是我就很詫異 他說蘋果日報變了這個民主派的武器 反政府抗中央的報紙 那絕對不是在2014年 而是2003年之後 2003年之後呢 那些不同意見 包括我的專欄都不受歡迎 但是之後它還是有一些不同的角度的文 但是是不是2014年之後就全部沒有呢 我就沒有特別留意 但是我也都很公道地說 2014年已經是很多網媒興起 很多網上媒體已經興起了 遠遠比這個蘋果激烈的 那時候我們本土派呢 我也說是本土派 是不是 就是有代表性的嘛 本土派的 就是其實指控它 它是會指控本土派 港獨 是不是 但是呢 也都得過是2014年之後呢 它又開始 它在那裡劃清界線 是不是 就是 它甚至乎其實 黎智英自己走了去佔領區那裡 阻止了 其實阻止了當時 它是大台的一部分 就是阻止了一般民眾的抗爭 應該是中共是很歡迎它當時扮演的角色的 雖然現在就好像是它煽起了這個運動 它也都 開頭的時候有份上了時代周刊 示威了一份 但是整件事情它是有份維穩的 就是後來 甚至批判過這個 被認為抹黑過本土派 勇武派的 去到19年 中間那幾年都是的 是不是 似乎並不友善的 所謂的港獨那些 它保持著警惕 所以呢 我就奇怪了 你用2014年做分水令 就算是2014年 都不是它的主要 它的主要 就是它是一個重要角色 但是不是它搞出來的 好了 到2019年 根據這些這樣說 它說的這個2019年 修正條例 它就很有意見了 就認為會把那些人拿去 拿去中國 指示什麼什麼密密 我完全相信它是那一派 在這樣的角度是要鼓勵外國政府出來反對 那究竟是外國政府叫它扮演這個東西 還是它自己的意見 如果我們聽今天張建宏說 是它個人的 如果它個人 那它就不是勾結的 甚至乎它是自己答路 我又認識誰 認識誰 認識誰 認識蔡英文 見過蔡英文 根據張宏說 他就很興奮了 它作出這些指示 只要它是想扮演一個很積極的角色 整個反送中運動裡面扮演很積極的角色 我們又回望一下 想一下當時的情況 大家都記憶由新 當時是很多人起來的 2019年的時候 模擬《蘋果日報》是重要的一個角色 但是它不是唯一的角色 肯定不是的 我們是不是靠《蘋果日報》去做呢? 現在說到好像是它 當然了 如果是它的最大功能 它也扶起最大責任 當作是它搞出來的 這個 不是歷史的真相 我覺得 當時 《豐起雲勇》是國路英雄走出來的 它能否控制得到本土派或者勇武派呢? 肯定《蘋果日報》控制不了 因為它是用了傳統泛民 當然傳統泛民 那個勢力是最大 總之整個八家會合一齊 就搞出這麼大的事情 但是呢 如果你把張建宏的說法 變成他在歷史裡面最大的 你可以說最大的罪人 也變成最大的功勞 功人 功勞的人 這個跟事實不符 是不是? 後面有些說到黎生那篇文 沒有人敢說這些我就沒有興趣 他在裡面是獨裁 這個很多人都講過 他將了報紙當作他自己指揮 這個就是道德問題 和傳媒專不專業的問題 你不要管他專不專業 他實際上做得 他是一張很... 不知道為什麼 是一張很強大有勢力的 背後就... 我坦白說 一定是美國給了很多支持他 但是在張建宏的工廠裡面 這些是完全沒有的 就是現在是沒有任何證據 美國支持他 反而他自己 黎智英的老先生 非常之興奮 看到那個大時代 好像我們岳巴那樣 突然看到那個時代這樣 不行了 台灣的一個曹卿成 看到香港的中、中、運動 很多人受到感動 我們 包括我 都是給整個大時代 是不是 我相信好像當年北京市民六四的時候 那樣 就是說給那個時代 整個社會氣氛 帶起了 很高興了 天天寫Facebook 都是這麼多有限的影響 但是黎生就不是 黎智英老兄 就是他這麼大的募資 所以他說 不行了 我要在我的範圍裡面 努力發揮 搞定是他 跟著還自己走去周圍列國 是不是 去找一下彭斯 那原來究竟是美國人叫你來 還是他自己走去 還是互動呢 那我當他互動也好 都不是他的主動可以的 是不是 怕很多人都上去美國 遊說一下見一下 參議員見一下 總統也見一下 國務卿 是不是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他當然有國際的身份地位 他啦 陳方先生 有幾個人 他在歷史聯爲扮演了角色 我們要看 有了一件事 有人去扮演這些角色 因為他們很熱心 被這件事帶進去 這個時代 那於是乎呢 他們就成為一個重要的人物 但是我們問 他們是個果來的 他們不是個因 法律呢 你以為人是犯罪 有因有果 就是他是個因 你才可以說他犯罪 是不是 就是如果到處都是橙的 我就順便撿兩塊 撿回一些東西了 這樣 那我都是犯法 但是我不是主謀 這樣解 你明白嗎 他是因為整個時勢 已經是令到他很興奮了 根據張建宏所說 我們看到的情況 這樣很客觀 是不是 法庭的好處就是 其實把所有東西都給你看 看你怎麼理解 然後很多東西其實是有關的 就是不關事的 比如叫他訪問林維基 因為這樣 然後要特別報導 叫香港人不要睡覺 之類的 如果我們當時只是接收這些信息 這些蘋果報告的信息 我們就出來暴動 諸如此類出來上街抗爭 寫Facebook 寫文字 如果是 那就要他的責任 但是不是的 正正是周圍都有事 他作為傳媒的老闆的本能 發揮了出來 就是他覺得自己 我又要推動這些 然後你又想說 就是 遊行的時候 罷工罷破罷失 罷工罷破罷失 是職工問題 職工不是他提的 他就看到我們又幫忙一下推動了 我們看到就是這些 是吧 又要整個直翻 諸如此類 叫張劍弘寫 送直翻 這件事 大家想 記不記得當年 037日 是吧 蘋果報整版 印了出來 很多人在遊行那裡 舉了它 當了標語這樣舉 是吧 一周刊 就是有個大蛋糕拍下去 董建華的頭 就是那個時候 你要看 你是有那件事 他幫忙 還是那件事 他搞出來 如果不是搞出來 不能怪他 就是呢 或者 有更多的事情 我們看下去 就是說 現在就是第十幾天 就是說 十三天 但是你說 在那麽多的民眾生 這個證人裏面 張劍弘應該算是一個重要的 他可以 基本上他是 平革的總裁 他解釋到當時的運作是怎樣 是吧 現在我們看到 大家不要覺得灰 還是怎樣 就是我們說 我們需要知道歷史真相 還有我們有自己的判斷 那如果你說法律是不是已經死了呢 那國安法又怎樣呢 國安法它都要用國安法的邏輯 是吧 勾結這件事情 就是大家互相扣的 但是你看到這件事 so far 還要勾結做那件事 就是搞了 反送中那個整個社會運動 那看來就是有了運動 他騎劫的運動 李智英騎劫的運動 就是 然後假裝代表 和陳方興生 當時我的感覺都是這樣的 香港人這麽辛苦出來的 拼命 那你就突然變成香港人的代表 沒有人委託過你 我也沒有委託你 是不是 我們有委託他 沒有 他自己跳出來做代表 走了美國 因爲你的關係 所以你看到彭斯 爲什麽 爲什麽上出來就很高興 那你自己 自己拿彩的 我發覺 是不是 我們很公道的這樣說 是啊 那講到差不多這條片 都夠 就是有一定的時間 就是其實呢 我們是要關心這件事 因爲這個就是 香港的歷史 自己的本土歷史 口述歷史 大家都會 就是我們 誰是誰非 我們都控制不了 是吧 老共要困住他 困到他死 或者突然間放了他 我們完全控制不了 我們講的 就是普通人 我們就是 講的是非出來 而這個的是非 就成為我們的歷史 我們的歷史 是我們的 所以我們大家都有些少少責任 就是就我所知 我所觀察 甚至我親身經歷過 是不是 那我就會發覺 張建宏呢 他是沒有講出真正的事實真相 最少他將 就是 《蘋果日報》的轉向在2014年 才變成了民主派的報紙 這個絕對不是 由037日之後呢 逢是民主派 我知道的 是不是 就是說有什麼大行動呢 都希望《蘋果日報》幫忙 是嗎 要溝通大家的感性 那他們也是 那裏外外呢 那他已經融合了香港 是民主派的第一喉舌 那這個大家都很清楚了 是不是 《蘋果日報》 就不是2014年之後 突然間分了去 變成這個 那如果要這樣說呢 除了是中共想這樣 鋪殘他 有一個這樣的罪下 所以覺得這樣 但是這個不是事實 大家很清楚不是事實 慘得過大家香港人自然知道 整件事不是這樣的樣子 那我們就是分享了我的看法 多謝大家